有句話是這麼說的 當你不想做的時候 借口就一堆 當你想做的時候 任何問題都不是問題 各位投資本大號 我是李宇凱 延續剛剛的話題 比方說今天有個朋友 約你出去吃飯 你會覺得不想去嘛 太遠了啦 太貴了啦 這裡沒有錢啦 胃口不好啦 什麼都是借口 但當你朋友說 你不來嗎 我是要介紹個正面 給你認識 一瞬間胃口都好了 吃米其林餐廳也OK 去高雄吃都行 先講清楚 我不是物化女性 改天我們來講 介紹帥哥也可以 舉這個例子 只要告訴大家 當台股還沒有起漲的時候 任何阻礙都可以 當成他的阻礙 任何阻礙都會變成 不上漲的理由嘛 就如同上個禮拜四 各位 回答財報大好 跳空大漲 結果呢 所有人都會告訴你 因為他遇到月線反壓 因為月線反壓是台股最大的狀況 今天呢 今天月線有變成他的問題嗎 不但直接跳空上漲 直接把月線踩在腳底下嘛 各位 真要起漲的時候 均線怎麼會是問題 可是今天 看指數我認為相對來講 沒什麼意思 漲96點黑有什麼 沒什麼意思 因為今天精彩的地方不在這裡 今天精彩的地方在哪裡 重點你要擺對地方 好不好 在今天的清晨 我們可以看到 輝達的股價 登上空前的歷史的新高 市值已經突破 1.2兆美元了 在這個地方啊 其實從上個禮拜四 輝達公布財報跟財測的時候 我已經講得非常清楚 如果哪個人 他敢跟你講 這個叫做利多出鏡 顯然他的專業能力 有待加強 如果是財報 財報OK嘛 那是過去的資訊嘛 你說他利多出鏡 有點道理 財報好利多出鏡 有點道理 可是各位 輝達是財報好 財測也好 財測耶 財務預測耶 財務預測也好啊 預測是什麼 未來嘛 哪來的利多出鏡 哪來的利多出鏡 現在有一篇新聞 也很值得一看 來 輝達預估本益比 跌到八個月以來的最低 本益比知道吧 來 本益比 簡單畫一條公式 對不對 股價 P 除以呢 EPS 股價除以你賺的錢嘛 對不對 賺的EPS嘛 所以現在一看喔 今年輝達漲得多不多 我們現在看一下今年輝達的走勢 我們看這邊 NVDA 哇哇哇哇哇 不看不知道 一看嚇一跳 對不對 各位 去年最低108塊 今年1月也不高啦 大概142左右 140漲到502 當然現在已經創新高了 140漲到500多塊 500多塊 今年輝達漲得多不多 140到500多 算三倍 三倍多 四倍好不好 不到四倍 三倍多快四倍 其實各位 基於這個 股價 除以EPS的這個公式 這叫本益比嘛 對不對 本益比嘛 照理來講 本益比應該高到離譜嘛 因為你的股價 對不對 你的價格P啊 不斷在飆升 分子不斷的變大 所以本益比應該是 非常高非常高 越來越攀高 越來越攀高 因為你已經倍數成長了嘛 股價已經三倍多 四倍的成長了嘛 但是為什麼 這一篇新聞會說 它的本益比跌到 八個月新低 為什麼 明明這八個月 就是輝達最噴的時候啊 哦 突然之間看懂了 因為這篇新聞探討的叫做 預估本益比 預估本益比 看到沒有 預估的本益比 也就是 輝達 未來會賺到的錢 所回推的本益比 未來 好不好 未來會賺到的錢 回推的本益比 天啊 各位 未來的展望 回推的本益比 那可怕了耶 各位 可怕了耶 這八個月以來 輝達的股價 已經是倍數飆升了 履創歷史新高耶 結果呢 本益比創新低 不就代表 獲利成長的倍數 更可怕嗎 分子是三四倍這樣飆 那分母要飆幾倍 才能讓他的 預估本益比創新低 聽懂那個意思了嗎 分母變大的速度 要超越分子變大的速度嗎 各位 那請問你 這個會是泡沫產業嗎 這個會叫做利多出鏡嗎 好 既然現在 輝達的股價 已經率先創下歷史新高 你認為 相關AI概念股 表現會怎麼樣 現在也許還沒創新高 也許 之後會不會跟上 Why not 好不好 Why not 就一句話送給你 好不好 從上個禮拜到這個禮拜 我一直一直在堅持一件事情 你應該想 AI嘛 對吧 我有這麼容易被你猜透嗎 各位 不是AI 我一直在堅持的是 對的事情 對的事情 當然現在是AI 以後有可能是任何事 可是只要是對的就值得堅持 為什麼 連續兩個禮拜 各位 我的經濟日報 連續兩週 你看一下 8月20號 和8月27號 連續兩週 我都不買其他股票 你看一下 偽創技嘉 對不對 微影 廣達 微盛 我全部都是要最純的AI股 偽創 廣達 人保 神達 微影 我都不買其他股票 第一個禮拜 當然你說20號 為什麼我要去重壓AI股 因為我已經預期到 輝達的財報會很好 這是一種驗證 也是一種預測 所以這是一個對的方向 再隔一個禮拜 對啦 財報是好 問題是財報公布的 隔天就開始殺了 很多市場聲音就出來了 這是利多出境 這是籌碼太亂 這是股價 漲多的泡沫 等等等等 一堆聲音 但禮拜一 我不是講過嗎 就連我自己的研究團隊 當中的助理 都覺得AI不行 對不對 這很扯 這非常扯 我們的助理是跟著我 一起去拜訪公司 跟著我聽 每一家公司的營運長 發言人 他們如何的努力 想要切入到AI這個市場 分食這個大餅 很多的研究數據財報 助理都看得到 都看得到 而且我們很多都第一手的 還沒有公佈的資訊喔 可是連看到這種資訊的人 都會受到股價波動 市場情緒的影響 而去影響自己的判斷 更何況散戶 更何況是散戶 所以我的特助有這樣子的 建言之後 我會覺得說 天啊 你在想什麼 然後我再跟我幾個LINE 我們LINE裡面 LINE在這個地方 QR code掃起來 atwin1688 我跟我這個LINE裡面 幾個網友 閒聊嘛 然後跟我們幾個會員 然後團隊成員聊聊天 欸 各位我發現 在過去的一兩個禮拜 還真是這個樣子 還真是這個樣子 人人都覺得我瘋了 別人笑我太瘋癲 我笑他人看不穿 我就喜歡這種感覺 好不好 我就是喜歡這種感覺 當這種感覺越明顯 當AI越不行 越完蛋的這種聲量越來越大 我就越來越能證明我是對的 我越來越能感受到我是對的 各位 昨天我的標題是這個樣子的 偉權店打響武昌起義的第一槍 前幾天都是一樣 眾人皆罪我獨行 8月10號機會再來一次 你會不會把握 對的事情就是要堅持 偉權店在昨天打響武昌起義的第一槍 我說偉權店他就是武昌起義的第一個 好像熊炳坤嘛對不對 第一個開槍的人嘛 原本是清政府的人 新兵 起義成功 起義的第一槍 成功了 革命成功了 其他的各省就會紛紛響應 革命遍地開花 最後推翻清政府 現在 你看一下 偉權店 有沒有開槍 昨天開了第一槍 今天繼續開第二槍 他不只開了一槍 砰砰砰砰砰 接著其他各省份 各大股票紛紛響應 技嘉 各位今天差一點要創新高了 差一點要創新高了 但是四星已經先創新高了 2595塊 金像店不是嗎 連帽 哇塞 掌停板創新高不是嗎 是已經形成了 大事已經形成了 還有什麼好擔心的 休息一下 進廣告 你有沒有發現 每次我抄底的時間都很巧妙 上一次是什麼時候 有印象吧 8月7號 我公開的告訴你 AI抄底倒數只剩72小時囉 然後再隔天48小時囉 再隔天24小時囉 到最後呢 節目上公開敲底倒數 8月10號 11號 當然用力買進啦 這是上一次 接著你可以去對照一下 市場上百分之八九十的股票 來連帽也是嘛 連帽比較晚耶 反正比較特別 14號 14號落底 來 致遠 各位有沒有發現 買在10號 10號最低點 華碩呢 10號最低點 廣達 也是10號最低點 就連今天創新高的市新 它的最低點 也都剛好落在8月11號 所以 我當8月7號 8月8號 8月9號倒數完之後 我節目上我也公開告訴你 8月10號 8月11號 請你買好買滿 這麼巧的事情嗎 90%的AI股 都剛好在這兩天落底 我可以跟你講 你剛剛看連帽也知道 我這都沒有Fay的 就算沒有在8月10號 11號落底的股票 各位 來 你直接買在8月10號 到今天會賠錢嗎 來各位 10號在這裡啊 你買在這邊會賠錢嗎 不是也是賺的不要不要嗎 再舉例 齊鴻不是也是嗎 來你買在 買在這一天 長黑可以殺下來這一天 這一天剛好10號啊 買在10號11號 這個距離低點差一天 可是你買這一天買這一天 會賠錢嗎 賺不到錢嗎 你以為掌握產業的節奏 有這麼容易啊 而且我是掌握產業的節奏之外 我還得忤逆大盤的節奏 各位你看一下 絕大部分的AI股 10號11號落底 大盤什麼時候落底 看到數字吧 16264 這一天叫做8月17號 10號11號在哪裡 這兩天 這兩天 話財講完隔天就破底 接著再破底再破底 但是90%的AI股 在這兩天就提前落底了 台股繼續破 我選的股票提前落底 這就是有藝術了 這就是藝術了 能夠精準抓到這個節奏的人 不才是最懂AI的人嗎 不才是最能夠帶你賺錢的人嗎 我剛剛不是說 我連續兩個禮拜 《經濟日報》通通重壓AI 節目上也是如此嘛 始終如一嘛 那你想一件事情 這兩個禮拜 AI的波動如此的劇烈 市場上的雜音這麼多 其他分析師能夠跟我一樣 過去我要跟你講什麼 堅持信念 堅持以及信念 看的方向是對的 為什麼不敢堅持 為什麼還是一下跳就一下跳 我等一下跟你舉例 好不好 各位 我講一個最好的例子 威盛 各位威盛今天涨5% 我連威盛跌停 照樣拿出來講 不用你們來編我 我自己編自己 自編 對不對 因為我不怕 我不怕 一來我不想當一個 看掌說掌 看跌說跌的分析師 你最瞧不起不就這種人嗎 那為什麼最後你會選擇 看他節目加他的line 我已經講過了 很多分析師 因為也許這一段時間 AI不太漲 早就把他先丟到資源回收桶了嘛 上個禮拜上半週 他忽然之間手上有觀光了 對不對 然後禮拜四 回答公布財報之後 他突然又有AI了 那到了禮拜五 AI不行了 他又變成滿手 軍工了 不用講 昨天軍工股大跌 他一定又沒軍工了 節目我看都不用看 我用膝蓋想都知道 膝蓋在這裡啦 這種分析師的節目 需要看下去嗎 我們講回到節奏這件事情 如果我能夠精準的預測上一次 8月10號11號 AI 90%股票通通落底了 為何我不能預測這一次 為什麼 你想問功課 對不對 你想考高分 你會去找每次考試都考100分的 還是每次都考30分的 我知道未來事情誰都說不準啊 但是每次都考100分的 他就有比較高的概率 下次也考100分嘛 就算不是考100 也會考95不是嗎 難道你會期望每次都考30分的人 這次突然考100分嗎 這是邏輯問題 這是邏輯問題 投資股票邏輯很重要 好好思考我說的話 如果我能夠精準的去預測 上一次AI落底的時間 為什麼我不能預測這一次 思考一下 思考一下 所以昨天 本來我在錄影的時候 錄影前我是完全沒準備 講著講著 我覺得說 好像有這樣子時機來的這種感覺 各位這就是我昨天講到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昨天我們盤中發完 然後今天真的太忙了 今天早上又去參加那個非凡的錄影 來 昨天盤中我們有一篇發完 今天忘了發 講一個很重要的概念 一種節奏 誰先漲 誰跟進 誰下跌 誰又不行了 節奏Tempo 誰先漲 誰跟進 誰下跌 誰又不行了 我還跟你舉了兩個例子 武昌起義 街頭賽車 不是F1賽車 要玩命關頭這種街頭賽車 小混混在開的那種 對不對 人家車子排一排 大家車子就排一盞排 幾次在排一排 突然一台車衝出去 其他人如果這個時候看到一台車衝出去 鑰匙拔掉 熄火 肯定不成局 對吧 如果是這種狀況 AI的大事就起不來 如果昨天偽權店噴出去創新高 其他AI股票通通熄火 通通下跌 AI的大事是起不來的 我們需要的是什麼 盤式需要的是什麼 一台車衝出去 第二台 看了一下 不錯 也衝出去 第三台車也衝出去 然後其他的車子 蓄勢待發 有沒有 吹油門 那種蓄勢待發 準備那個油門一放 馬上噴車就出去了 蓄勢待發 這節奏才對 這種節奏就對了 來 各位 你接著看 你看華星光 昨天長紅可以拉起來 今天微微的小小的在創新高 節奏有點對了 Browave 守住月線 這也是一種蓄勢待發 不是嗎 昨天有特別講到的宏康 今天創新高了 已經 偽權店 連續兩根漲停噴出去 有人就跟進了 對吧 有人就跟進了 建設 是不是也跟進了 是不是也噴出去了 散熱AI 微影 是不是也不錯 也還不錯啊 今天也是供月線啊 也供月線啊 智邦 對吧 敘事嘛 噴出去 敘事也行 敘事待發也行 創意 昨天也很給面子 昨天也拉槽紅K啊 今天也小小的創下 波段新高啊 那世新最狠 對不對 最低點1765 直接已經拉到 兩千 快兩千六百塊了 快兩千六百塊了啊 智元 今天不是也創波段新高嗎 高麗今天漲得快半根停板 不是嗎 金像電 有沒有那種 有沒有看到 有沒有感覺 有沒有feel了 技嘉 創高了 就連偽創 今天也有 漲兩% 就連廣達 今天也 小小的 創下三天新高嘛 不是嗎 所以 昨天我算很臨時 對 昨天 你看 我昨天節目當中 我是節目完全沒準備 你看我節目就知道 完全沒有準備字卡 我只有在盤後 回公司 發文之後 我才跟你講說 AI抄底部隊 今天起開放報名 我節目上臨時起 完全沒準備字卡 臨時想到 就臨時來 所以各位 你看一下 我昨天節目上 臨時 零光一閃 我覺得好像時機到了 一講出口 今天AI股都在噴 這不就是一種 節奏的掌握能力嗎 這不就是節奏的 掌握能力嗎 我沒有開玩笑 我沒有開玩笑 但是昨天那種氛圍 相信我的會不會很多 肯定不多嘛 我也不怕告訴你嘛 昨天來 報名這個 AI抄底部隊的 這個投資朋友 非常非常冷清 甚至我們跟 8月10號 11號 那次那個抄底倒數 來做對比的話 大概這一次的人數 是上一次的 十分之一 十分之一 上一次如果100個 這一次再10個 當下我就知道 那真的要噴了 當下我就知道 真的要噴了 因為散戶太害怕了 散戶太害怕了 這一次他真的怕了 真的真的 果不其然嘛 對不對 昨天那少數的勇者 今天已經開始賺錢了 昨天新進會員 跟我買什麼 有跟我講到電話了 我請你們買誰 來幫我做見證 昨天新進會員 有跟我講到電話了 今天我請你買誰 不用意外 就買威盛 就買威盛 橫盤整理 一根K棒打下來 打到底部 對不對 整理的底部 今天當然買威盛 一開盤就買嘛 各位 一開盤就買 今天是不是先賺半根 是不是先賺半根 來 昨天新會員 請幫我做見證 這沒有什麼好騙的 沒有什麼好騙的 如果我是那種 我真的要炫耀 我真的要 什麼做行銷 我隨便拿一檔 今天最強的股票來講 這最好用 我就挑一檔最強的嘛 我一定講說 今天什麼 哪一檔漲停 我就挑哪一檔嘛 外面分析都這樣幹 外面分析都這樣幹了 可是我可以跟你講 這樣幹的 十之八九是胡扯的 我拿的是我被套牢的股票 被套牢的股票 對不對 威盛 我已經跟你講 我買在這一天 買完之後 隔天直接大跌 我節目上有沒有講 照講不悟啊 因為我不怕呀 我對他有沒有高度信心 當然有 不然我不會在這個 在我去上其他通告的時候 來各位 八月六十八號 禮拜一 我去上瘋狂股市福利社的時候 我還特別挑這檔股票獎 各位這個單元叫做熱門我最貼 我們可以自己選 自己想獎的股票 我特別就挑威盛來講 每個人可以選兩檔 我故意的 我就是要挑威盛 跌停板 照樣講威盛 我怕什麼 甚至我講得很直接 我剛好有字幕 威盛這邊只是在做一個 洗盤的動作 洗盤的動作 正啊正啊正對不對 創高就拉回 創高就拉回 因為市場上信心還不足 所以只要漲上去 當充客 短線客就把它 賣下來 就把它賣下來 可是他只是在做一個 洗盤的動作 沒有危機 沒有危機 所以各位 這就是我的看法 這就是我們節目 一直以來的調性 你完全不需要去質疑 我所講的任何一件事情 好不好 好那 回到昨天這個議題 AI超底部隊 昨天已經開放爆明了 雖然人數寥寥可數 我相信今天 會有比較多 敏感度比較高 先知先覺的散戶朋友 開始蠢蠢欲動 那我要加持你的信心 雖然你有可能晚了一天 但是今天還來得及 好不好 今天是還來得及的 AI超底部隊 憲政招生中 現在的台股 已經如我所說的 以這種Nike的姿態 各位再看一次吧 Nike的姿態啟動了 是吧 是不是Nike的姿態 緩步墊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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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緩步啟動 我已經說過了 這個終點大概是17300 到17400之間 你用聽我講的比較清楚 寫的不好看 好不好 Nike已經如我所說的 Nike姿態啟動 而且出口外銷訂單等等 通通會在第四季全面升溫 經濟部跟這個統計處說的 基本面4號不是問題 更重要的是 輝達已經先創歷史新高了 你有什麼理由不相信這個行情 現在AI超底部隊已經全面啟動 好不好 各位玩了一天沒關係 重點是你要搶時間 AI超底部隊 你可以透過等一下廣告的專線 0800直接拨打電話進來 或者先加入我的Line atwin16888 小老鼠WN16888 這個Line可以和我本人 以及我們延伸團隊 直接做一對一的線上互動 任何問題以及持股的狀況 你有套牢的股票 怎麼換股 歡迎你線上電話跟我做討論 我們明天見 拜拜 本公司與分析師所推薦分析 至個別有價證券 無不當之財務利益關係 本節目資料僅供參考 投資人應獨立判斷 審視評估並自負投資風險 优优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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优 Harr� passe